最近的企業盈利 我看到最剛剛的新州 之前的港交所 亞里 匯控 恆生 你繼續放下去 全部都很多令人失望 是啊 所以我之前就說港湖有三座大山 第一,鵝烏 第二,加息 第三,是監管 美團 是啊,壞就壞的了 但是憧憬呢 如果業績是好的的話 都還有少少東西可以眷戀著 但是現在連這件事情都沒有的話呢 那反過來我問大家了 我不是唱得很淡 不過我覺得現在真的是欠缺 第一,是不明朗 我們繼續觀望 第二,我還沒留意到 一些很具體的利好因素 是值得我們有很大的信心 所以我自己傾向 始終都是破了位 短線來說 來未來幾天 可能我都會傾向先觀望 就不會胡亂地去買東西了 大家都知道我天生保守 大家經常都笑我 就是我們很多朋友 都有政績在身的 只不過就是 希望透過這個投資可以增值 但是現在不就 那就不要增值了 第二,有些人就說 今年是通脹 通脹而已 但是今年通脹 你又不是美國 最多兩、三個百分比 但是你想想 你買錯一隻股票 一個上就都不止兩、三個百分比 如果你真的這麼擔心 通脹一定要投資的 好了,我就有好約你了 就是接下來推出的green bond 最少兩厘 還要對沖通脹 但是什麼時候先推 快的了 現在不知道 那你不介意的 那你就二手市場掃i bond 貴一點點了 所以我覺得還有東西賣的 千萬不要因為通脹了 我就要胡亂投資了 我擔心 因為財不入急門 你越急越亂來 那找到一些你適合賣的東西 你feel comfortable 你才買了 現在這一刻來算 我覺得不是那麼穩定 或者反過來說 現在這個市況 不是那麼遷就一般的投資者 那如果你身手好 當然可以了 但是如果你說 我也是一般的 市況好的時候 我都不是很賺到錢的 那市況差 你更加不要亂來 又是老套那樣東西 10%黃燈 15%紅燈 做回風景管理 拿回現金 因為現在這個市況呢 都穿了箱底 很多股價都超過了 就是說我說38元是合理 你分駐買 其實應該不死的 但是他難保可以落35元 34元 33元 都有機會的 因為現在我看到市場上 人家在說行指 要是市就21800 因為雙頂破了 就看雙頂了 雙頂的量度跌幅 就是21800 好了 再下面就是疫情底 就是說2020年的3月18日的低位 就是2139 所以假設市場 說法是正確的話 行指了1300 怎麼跌 那這些股份 跌多5-10%呢 也都不出奇的 所以第一 你要問自己 對他信心指數有多大 第二 你本身拿了多少貨 如果你本身 這些事情都是看半年 那我就覺得 是可以繼續持有 但是持有是有風險的 他繼續跌下去 你就會害怕的 所以我只能盡量分析前景 但是最後決定交給你自己 看看會不會做一個黃燈 黃燈的動作